好幾名扼煞衝進店內 不僅推倒桌椅 還拿起棍棒猛砸 店家驚恐又無奈 面對黑幫來索討保護費 不少業者只能夠乖乖給錢 就是希望能過上平穩的生活 齊仁傑這天還在家裡 跟女友戶戶大睡 還沒來得及慶祝 轉眼間就被大批緊力包圍 原來他們都是主聯邦的成員 野心主持人是紅人會的幹部 年僅22歲 卻有恐嚇取財 妨害自由等前科 和旗下的小弟 專門在宜蘭蘇澳一帶 專挑知名的店家所討保護費 包含一間餐廳和兩間紓壓館 但10個月來卻只得手3萬元 當地店家表示 確實有遇到被討保護費的狀況 金額大約8000到1萬元 對方要求每個月都得要按時攪招 否則揚言要讓他們沒有辦法 再繼續營業 都是在宜蘭地區一帶 吸收比較年輕的份子 然後物色店家後 然後搶搜保護費 無名嫌犯年紀大約都只有20歲出頭 黑幫成員年齡層越來越低 就是看見年輕人敢衝敢拼敢做事 也在家中被搜出作案用的刀蟹 和超過14萬元的現金 自以為能用這樣的手段在地區生存 這回黑幫幹部落網 在地店家也能暫時鬆一口氣 TVS 歡迎收看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